今天我们来到光阳乡校 它位于全罗南道光阳市 1985年2月25日 光阳乡校被指定为全罗南道有行文化遗展第111号 乡校是高丽和朝鲜时代 为教授主席而设在地方的国家教育机构 供奉着孔子等先拍位的祭祀空间 打成殿和学习空间的明龙堂是乡校的中心建筑 光阳乡校是建于太祖时期1397年 虽然人称伟乱时被烧毁 但在光阳已经时期1613年 光阳县建和鲁梨们齐心协力下重建了打成殿 此后又连年建造了多个建筑 625战争时期成为废墟 1966年从初中门风花楼开始重建 现在有打成殿、明龙堂等九栋建筑 一般乡校的建筑是倾斜的地界上 都采用前学后庙的形式 正面为讲学空间 后面为迹象空间 但光阳乡校不受此限制 建筑布局比较自由 这座乡校目前运用管理非常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